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來到今天的第二節 第一節跟大家說了 我們騰克格來加盟萬聯的機會相當大 要說一下有什麼轉換目標 這一節就很厲害了 說騰克格和費Sir有一件事很相似 但這件事並非我說 先看看頭盔 就是我們的前助教麥卡倫 和騰克格同事過的這位朋友 比較他們兩個 亦會和大家說說 騰克格原來是見過費Sir 究竟他們上次見面 究竟是怎樣的情況 都會和大家分享 首先說說麥卡倫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傳聞麥卡倫可能會回來 又會在萬聯的助教 不過他的主席 今次就是騰克格 他接上The Athletic的訪問時 他就這樣說 他最初加盟村迪 即是他們兩個是第一次 會面的一個球隊 他說是剛剛開始 以季前熱身預備的第一天 他覺得騰克格 第一次見面的印象是很誇張 為什麼呢 他是騰克格當時的助教 就拿出一個包裝出來 這個包裝就是有 接下來的六個星期 究竟那個季前的訓練 的計劃是怎樣 每一天每一分鐘 究竟要做些什麼 每一個球員 在什麼時候要做些什麼 什麼時候喝水 什麼時候去做熱身 都寫得清清楚楚 他說當時見到那個計劃 那個仔細的程度 他說他從來沒見過這麼仔細 也都沒有再見過 有這麼仔細的計劃 他其實也都 每一次 的比賽 他都會熟讀 對手究竟是怎樣做 對手有什麼 的強項短處 他都預備好了 也都基於這件事 去計劃我們球隊 在什麼時候 在哪裡 做一些迫搶 什麼時候在哪裡 就要開始 建立我們的進攻的 起步點 麥卡倫就這樣說 他說 一開始我就以為自己 很懂得足球 但是當我經驗到這件事的時候 我發現我好像 完全不懂得足球 說真的 有時候英國人說話 就不能盡信 他可能 誇張了一點點都未停 畢竟他都做過 英格拉國家隊的主席 如果他說自己不懂足球 我覺得是有點兒那 不過有一件事很重要 他就這樣說 他說有一件事 他覺得 阿輝Sir和阿騰一格 有點相似 就是什麼 他說很多時候 在比賽進行之中 我可能要在一個 較高的位置 甚至乎可能要坐上看台 才可以看得清楚 整個球場 那些球員 那些佈陣 那些佈置 那些佈置 如何去作出一個 計劃 或者去做一些反應 尤其是以前 沒有那麼多科技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有隻攝影機 就寫上高 射下來 他們經常看那個iPad 其實就是看一個 我們看球 甚至乎更高的位置 就是看一個看台比較高的位置 看到兩隊球隊的棋位 但以前又沒有 他就說 我要這樣做才能看到 要看一個高位才能看到 但是 他就不用 他站在 那個touchline那裡 就已經好像知道 發生什麼事 最重要就是 他就好像 所有的事件 發生的時候 他都有答案 什麼時候要改變陣式 什麼時候要球員改變位置 他都好像很清楚 他就說 他在比賽裏面 做一些調動 或者一些改變 他說 當然 我之前跟過Fay Sir 我覺得 他在比賽裏面做的改變 他的換人 跟Fay Sir一樣 有時候 覺得怪怪的 但是 經常都行 多數都行 他說 這件事 Fay Sir 跟阿騰克格 他就覺得非常相似 這樣 說真的 大家都知道 Fay Sir在調兵顯像方面 是相當相對出色的 我相信 為什麼他可以 在歐洲球壇 玩二十幾三十年 都可以做到的 其中一個特質 來的 麥卡倫竟然 將這件事 跟阿騰克 作出比較 我自己覺得 對於 騰克格來說 是一個相當相當高的評價 老實 始終都要打底 就是怎樣呢 麥卡倫究竟是 真心說這件事 還是有所求 我就不敢說 不過 看樣子 騰克格這方面 的確是不錯 如果有看 阿騰克斯的朋友 可不可以說說 麥卡倫說的事 是否真的 這麼厲害呢 今天 這次的第二件事 就要說一說 騰克格究竟 當時看到費Sir 當時的環境是怎樣的 就說 Sportkida這個媒體就說 在2020年 騰克格在接受 這個阿騰克斯的 YouTube頻道 訪問的時候 他就講及 他怎樣去見到 這個費Sir 他說 Steve 之前是曼聯 和阿騰克斯 都做過教練的一位朋友 跟他去探望費Sir 當時來說 他們就踢曼城 在那場 早上 他就去到 Carrington 跟他喝咖啡 他說 當時說的話 是非常之有 深刻印象的 對於他來說 他說 當我們去到 探望費Sir 的時候 他就坐在自己的辦公室 之前就是曼聯的領隊 他的辦公室 也可以看到 Carrington 所有的訓練場地 的場地 也看到 他如果可以想的話 他就可以 跟著一些訓練 在他的辦公室 他說 這個經驗是非常之特別 也很深刻印象 說真的 不知道 是否因為他去過費Sir的辦公室 看到 都非常之有趣 還有可能 亦都會覺得 也挺好的 坐在辦公室 可以看完這麼多訓練 每一個球員 可能在訓練 他都看到 無論如何都好 現在看樣子 騰克格 也挺大機會 成為曼聯的主席 究竟 他來到曼聯之後 教程是怎樣 暫時都在未知手 但是 看樣子 他也是給曼聯 這個球會 尤其是 可能是費Sir 也有個關係 深深吸引著 正如 麥卡琳所說 他是一個做事 這麼仔細的領隊 我自己個人 非常之喜歡 因為我覺得 做管理 其實 應該這樣說 一間普通公司的管理 就是 我覺得 那個管理人 在初期的時候 就要 整理得緊一點 但是去到 你有一些 信任的人幫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放給 一些你信任的人去做 這件事才會令到 那個 管理 能夠長遠繼續下去 因為如果 如果去到長遠時間 都是說 太過很緊張 每一個細節的話 其實 越來越困難 將會 所以 找到你信任的人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相信 騰一家初來到曼聯 可能都會撿得很仔細的 但是慢慢 如果找到有人幫他的話 其實 就可能 會更加 得心應手 另外 有位朋友 叫 霍夫0102 這位朋友 我有寫一段 我覺得非常之好 所以 我就想跟大家 在這裡 跟大家分享 他就說 支持紅魔鬼 當然 萬迷來說 他就說 加拉莎應該要明白一個道理 他不放權 領隊將會極之困難的情況下 去管理球隊 當然 給權力領隊 首要條件 是要選對人 加上 積極的溝通和支持 其實管理球隊和 打仗差不多 加拉莎是個國王 領隊和總監 就是大統領 他說 加拉莎是不需要管理好所有 全部東西的 是要管理好領隊和總監 加上信任 同時做到 權力可收可放 就可以了 他用了一個例子 他說 韓信典兵 多多益善 這個典故 他就說 劉邦就問韓信 你覺得我帶了多少兵 韓信將口就來了 他說 陛下最多能帶十萬兵 劉邦又問韓信 你又帶了多少兵 韓信在喝酒 想都不想就說 我們帶的兵 當然是多多益善 劉邦聽過之外 非常生氣 就罵韓信 我帶了十萬兵 你又多多益善 為何你要給我管 韓信當時嚇到 馬上 酒都醒了 醉醉地也不醉 馬上跟劉邦說 他說 陛下雖然帶兵未必是最厲害 但是很厲害帶領著統兵的大將 韓信點兵之所以多多益善 因為韓信是熟讀兵書 帶兵自軍 用軍律 軍法 也是現在所說的制度 劉邦帶兵用的是親信 屬於人治那隻 能夠帶十萬兵 就是靠大家自願自覺 這種人治的帶兵方法 招過一定數量就不連形 就不合理了 學武之人 不過都是白人敵 以一敵白者之多 讀兵書的人就可以 以一個人敵萬人 部分文字引述了一篇網上的文章 這位朋友 忽福引述了這篇網上的文章 他說 他除了熱愛萬元 也喜歡一些中國的歷史 雖然韓信只是走後補獲 但功高蓋主 最終都落得不好的下場 但這就是大道理了 沒有權力 韓信也沒有辦法管兵獎 即管大家聽完之後 有什麼感覺 這一節就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收看 拜拜